台語優雅 台語水 最好聽的是台語 阿正先生的報道 故事 歷事 讓你聽到最開心 歡迎收聽阿正先生的報道 我是當牛 我是阿正 是 阿正老師 我們今天要跟聽眾朋友 帶來什麼樣的台灣話 我們今天 台語優雅 台語優雅 我們先來介紹 竊兄弟 竊兄弟 我對頭前這兩字比較有感覺 竊兄跟竊弟 竊兄跟竊弟 收睇的弟 對 收睇的弟 或是說這個竊白 跟竊竊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個好不好 是 阿正先生 我們平常說這個竊白跟竊母 這個我都了解 不過我們說竊兄 好像也是甘哥哥的意思 不過這個我感覺 在我聽來 意在言外 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對 所以這就是義猿 我們常在說 義猿是一個有記體 嗯 它是我的 它會隨著攝帶的煙變 所以不是說我們不能說三百年前 幾百年前 其實它有隨著攝帶 那是變化 我們來探討說過期 什麼叫做 竊兄跟竊弟 它主要是代表什麼意思 好嗎 好 我記得這個 我們別介紹過的外帖 嗯 有 有沒有 外帖的 外帖的說 朋友之間 因為感情的親密 對 用結白的方式做兄弟 嗯 一旦發生了困難 艱苦的時候 可以給予相助 嗯 我幫你搭手 你幫我搭旁邊 對不對 結白的時候 在予相交換生死一月 就是我們說的八二嘛 是 然後結白的原因 用一個二貼 貼吧 嗯 二貼 有的比較勘惑的說 對方 相關的家族的關係 嗯 家族的關係 還在心中 還在請 新明 一般都請 官姓帝君 是 來做建政 對不對 我們別說過這個 我們別說過 其實 這種方向 在臺灣早期的 這事件 這不是什麼新聞 是 這是最新的 是最新的 因為我們聽到結白 要聽到 聽到這種 這種的 我們馬上會想 就在宿舍裡面 說 結白兄弟 是什麼 這樣呢 這個 撒血為明 對 撒血為明 對 一般我們不能 特大義 叫撒血 撒血 撒血為明 這種的 裡面一定要說一句話 一段話 這個話裡面 在酒酒的時候 要說什麼 不求 降年 降月生 但求 降年 降月死 對 對 這種的過程 這種的流程 就是一種 客的儀式 所以怕客有 開始客嗎 對對對 要向上 換日 撒血 所以 這個 經過的流程 這個儀式 就是客的儀式 是 客 就是說 你不照顧來 我們都要照這個客 要照這種 酒爪 要照這種 就是說 如果我們真的有事 你真的要撒血為明 一定要為對方 這樣不少 小名 來打頭 打手 頂頂 是 我們說 外貼的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客 不是我們說的 乾哥哥 或是乾妹妹 不是乾淨的乾 應該是那個 怕客有契約的客 賀雄有這個Promise 賀雄有這個信錄 是 對不對 是 這 這算笑就對了 對對對 經過一個儀式 是 對不對 嗯 好 這個 因為有這個客 所以 台灣 在這個清條的時候 在清條 通知台灣的時候 都用什麼 客優 客優 經過這個 外貼 經過這種 結拜有沒有 所以賀雄 就經過客優 客優的 客優 對 聽說這是一個 中青 客優 但是客優當中 是有的年紀比較大 我就叫你客優 哦 這比較是客優的來源 我們現在都扭曲了 對不對 對 我們現在都 很早就這樣 放下去了 對對對 都放下去 你現在那些雞 也都放下去了 現在人客的客 顧客的客 對不對 客優 所以 不怪 這個客到外面 就放下去 也放下去了 人家說 不可以 不然去減好衛生 所以這個客優 不要再寫客家的客 客家人的 空優 其實也不對 也不對 所以是契樂器 可以還有一個客優 你看到 優式就是一個客優 客優 如果去香港聽人說客優 是用來賣人的 跟我們本的意思已經稍微沒錢 稍微賣人的 就是做出一些不好的事 譬如說 用法儀來講 玩八蛋啊 賤人啊 笨蛋啊 這種 就是 在賣的 哦 所以客優 客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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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如果 在香港聽客優 客優 就說 他這個名字 客優 笨蛋啊 或是說 無路人人 無路人家 客優 這種人 是 所以這意思 我說過 所以是來專別 但是他都不是 很好的一個時間 是 啊 所以那時候 就是用客優 客優 客庭 或是說 年紀差的 用客妃 客女 來在穿什麼 同性的伴侶 嗯 他再穿一步 他是同性的伴侶 所以 已經不是我們想的 那樣的 說 這件事 結拜做聽 對 對 那是真正 是這樣 來 我真正來講 可能大家比較清楚 師匠 真正的 他的 under table 他什麼 他就是 男人跟男人 自行的關係 所以這就是 很早就有了 對 不用進化同婚法 但是 這我要再說 所以 清 清調的 台灣的 東性的關係 同性的關係 他為了要接受到社會的心情 這件很重要 所以他要 寄生一種客的意識 取得這個社會的地位 是 我們是有經過客的 嗯 嗯 你懂的意思嗎 是 就是說 他 他為了要接受社會的心情 所以 他要經過這個 我剛才說的那個客的這個技術 說我要給他照顧 一輩子你要給他照顧 你要哪一大支 你要給他聽 我要給他聽 是 所以才有法度來建立這個客人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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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但是我們說客人 客人 客人 這應該就是 真的形容 比較客人的 關係 那種的 但是老師怎麼說的 你真的說 義父義子 對 對 那是義父義子 但是客人 客人 客人 這就是 你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的人 在幫他們做這個技術的時候 其實定義說 他們也是知道這個關係 對 哦 定義的 我們現在同婚證 一樣意思就對了 這是義輪的 漢人 當時 為什麼要這樣做 很簡單 因為漢人 都知道 這實力有嚴重的影響 是 所以他非常重 是家庭的關係 家庭的行程 這是組織 是 所以 用當時的關係 有反而是用別的兒子 或是兄弟 或是朋友來在相親 是 好 跟朋友 當然你可能會問說 怎麼會這樣 其實這裏面 跟現在我們正在說的 當時 還有三個不一樣 是 太大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今天日子 我們日子空 19年5月17日 當時 當時 婚姻 發案 通過 好不好 嗯 這件事 這是人款的問題 是 是人款 是人款 是社會的問題 是社會的問題 哦 是社會的問題 是社會的問題 這很大不一樣 當然那裏面可能也有一些人款 可能有些人款的 有些事件的 嗯 不過當時是社會的問題 社會所造成的一個問題 什麼意思 因為早期呢 我們經常在說一句話 就是說 那個 那個 長山過台灣 深江就進去多十幾年 嗯 接著來 六四三樓 九八頭 喔 所以當然是 來到台灣的時候 是全部都是勒哼卡 嗯 都是獨身 是 都男的 因為男的那個時 有這個經期說 對 所以簡單來說 如果一百的話 九十五個 九十個以上 都女兒的 他在台湘外裏到這裡的時候 他感受 要向上照顧 照顧一段時間 因為他完全沒有對上 那種性別的差別是非常多 一百的到九十五都女兒的 所以那個時候 他們就是用這個客方式 代表說我們要做會 但是我們這是有經過的 合法就對了 這種方式 所以這跟他大不一樣 那個時候的客人是直接的意思 年紀大 比較少 就用客人別客人 其實他們都有這種 沒有這種性的關係 今天是開眼界 所以跟女婦去 有的沒有關係 一開始是這樣 一開始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一開始是非常普遍 是 好 我是當牛 現在今天是我們的 阿正先生的朋友 今天非常感謝你的收聽 阿正先生今天跟我們說的是 客兄弟 客兄 客弟 客爹 是 非常感謝你的收聽 我是當牛 我是阿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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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正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